欢迎来到红星周报第三阶段的节目 也是最后一阶段 我是任伟珍 今天我们要聊聊的是 世界日报资深记者王庆伟 他的笔下和镜头下的人生 他跟我们谈了非常的多 其实我们在矽谷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世界科技的翘楚 王大哥 在这里我相信所有的华人们 都会觉得自己的位置很不一样 跟其他的国家 或者其他地区的记者的角色不同 因为我们会遇到非常多 具有科技性影响力的一些人物 像接下来你要为我们介绍的这些人 他其实在报纸上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样子 可思理上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所社会的 其实我相信会比我们给我们的读者 会比我们观众听众来的多更多 是的没有错 对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雅虎的创办人杨志远 接下来这张照片 是杨志远有一次在一个科技论坛 上记得是华人论坛上 他畅谈网络世界的一些趋向跟动向 所以当时因为我正好在前排 所以我拍下这张照片 然后在接下来一张照片 也是杨志远那天在跟大家 他款款而谈的一个照片 所以在矽谷这边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不管是科技人或者非科技人 我们都可以接触到很多科技的讯息 以及科技新的一些趋向 那甚至有时候 也有一些很有名的人物也在这边 比如说接下来张照片是赖森川 他来Stanford做客座教授 他还导了这边版本的暗恋桃花园 对所以那时候我也去看 他还做了一些实验剧场 当这个赖森川呢 他这个非常是给别人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随时都有戏剧 就跟这个记者也相处两个号 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对没有错 我跟他互动的时候 他随时的创意都会让你觉得生活 真的变得多彩多姿 对我想赖森川 给我们大家一个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 益处是什么 我们可以学习用不同的观点 去看世间的这些爱恨情仇 这些不同的故事 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体认 而他是用一个剧场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我所以觉得这比纯粹去看电影 或者说是去看一些电视剧 那有意思的多了 我觉得如果说各位观众有机会的话 将来赖森川的戏请大家不要错过 所以即便是同一处戏 暗恋桃花园 演了超过十年了 但是他在不同的地方 又不同的文化的冲击跟元素 他都可以因为赖森川 不同的眼光跟角度 可以导出多元风貌的暗恋桃花园 这就是刚才我诠释了王庆伟所讲的意思 可以这么说吗 是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湾区的生活实际上很丰富 因为我们经常有很多 很著名的人物来访问 接下来一张照片就是达赖喇妈 他达赖喇妈来湾区很多 然后也举过很多场的法会 那我觉得达赖喇妈来湾区的时候 他传播的讯息是一个佛教的讯息 要我们慈悲 要我们有智慧 要我们多为别人着想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个世界上需要的 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不管是你有相信佛教也好 不信佛也好 听听他的讲法 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来看 如何解决这世界上的问题 其实像当记者 你工作压力很大 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些 让人心里很平静的人物的时候 格外不一样的人生 是 我觉得访问 那天访问达赖喇妈 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 当他一堆记者在那边 等着他出现的时候 他人一出现的时候 大家整个人就平静下来 好像他把一个磁场带进来 让你的心里面都平和 那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在那天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还有机会能够握到他的手 然后跟他这个问好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记者生活当中 有时候会碰到别人 碰不到的机会 他幽默吗 他很幽默 我觉得他真是有时候 讲起话来像赤子之心 生气起来的时候会拍桌子 可是讲起话来的时候 会逗得在全场人大笑 我觉得是一个 你觉得他好像是一个 很平易近人的人 你不觉得他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一个法王 而是说一个 一个和蔼亲切的老师 在你前面跟你对话 对啊 接下来呢 还要带我看看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位 湾区很有名的这个人物 这个我们这个 YouTube的创办人陈世俊 陈世俊在YouTube在被卖出 大概好像记得是6亿多的时候 那一天呢 我们世界日报的这个科技记者 抓了我要去拍照 因为那时候说要给他拍照 所以我们在看这照片当中 他的右边呢 有一个post那是头一天我去给他拍照 可是隔了每两天以后呢 正好我们世界日报有35周年 也请了他来做一个来宾 他也来了 他来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妈妈也在看世界日报 所以他这个有所有 登他的消息 他就来 然后也跟他的这个照片合照 所以这两这个post的照片呢 跟他的照片那天都是我在拍的 我很好奇的是你访问了 比较资深一点的科技人 那他呢是因为年轻 所以你遇到这种年龄层 很不一样的generation的人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 很不一样的光彩 我觉得这个就是 矽谷吸引人的地方 矽谷在这边永远有变化 那有一些变化你根本就 你也许在两年三年前 你根本就不知道 比如说举个例来讲 我们大家都用iPad iPad在三年前 根本没有这个产品 那在YouTube的出来的时候 也没有人认为他是怎么样 可是Google把它花了几亿元 给他买下来 甚至于现在有Facebook出来 有Google出来 所以在我跑科技路线的 这个当中呢 会觉得真的是 每天都有新闻 每天都有新闻 所以你自己其实每天都拥抱了 很多新鲜的东西 对不对 对我觉得当记者的 有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真的是要 不但要牵授亿 而且每天在生活当中要把这个自己归零 回到这个零 每天早上重新出发 每天去探索一些新的事物 然后再把这些事物整理出来 这些新闻资讯整理出来 变成大家有用的一个新闻 好了我们又迫不及待想看下一张的照片是什么了 好下一个照片是我想大家都认识了李开复 李开复来这个史丹佛大学演讲 我觉得史丹佛我觉得李开复有一个我的感觉上他有一个使命感 他希望把他所知道的他的故事他的经验他对世界的一个了解一个趋势他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你们要是看注意的话李开复写过好几本书都把他经验传承出去 所以那天我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使命感 他的那个关怀跟他的爱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很过瘾吧观众朋友 我相信你会觉得今天邀请王庆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就是觉得一集不够过瘾 所以我郑重要再邀请他跟我们再一次度过下一个星期的节目 希望你继续锁定TVHS红星周报 在每个星期天晚上7点到7点半 我们再继续在下个星期来听听来看看王庆伟比下和镜头下不一样的观点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